一條看不見的線 把我們圈在一起 一刀摸不透的牆 卻割開彼此的氣息 我想要改變你 卻忘了改變自己 我知道不容易 但不能停在原地 等待奇跡 多謝你的陪伴 多謝你的冷淡 讓我知道相愛 只需要勇敢 相處卻沒有標準答案 多謝你的陪伴 路就不會那麼難 終於等到望穿秋水的笑容 原來那麼溫暖 春風能解凍 和風能讓雲消散 相處其實不難 需要多謝你的陪伴 人家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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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話 好餐像很有個性 我們正宜的構成這麼好狂 以後他們生活到中 意見不合 完結的時候是誰要聽誰的 當然也是要聽聲音的 你就是我們正宜的構成跟你一樣 任何事情都尊重我的意見 哎唷 那個年輕人 構成會合不合 也要他們兩個自己去找 沒想到 這個嚴線是關我們正宜的狂 關她的狂 人家是公有人員 那身水是普通普通 我們正宜每個月女的身水 不知道贏她多少 是誰安裝阿姨的地方啊 我擔心的是人家父母 見了咱們一輝以後啊 心裡會怎麼想 人家到底滿不滿意啊 這有什麼好不滿意的 你看看我們家兒子 長得是又高又帥 一表人才的 還是個公務員 端鐵發味啊 這一輩子都不愁餓肚子 你的意思是陷人說 做公務員員 錢貪不夠多 沒辦法像我們正宜喔 不是啦 我們是政產的要靠天吃飯 錢多欠一些 生活不太黏黏過 我們正宜如果是嫁給生理人 我們醫療家情就不用煩惱啦 她是公務人員的 薪水是固定的 將來喔 若是小孩 小孩會交易費啦 生活費啦 她的薪水這樣濕濕濕 她要她的生活 是很辛苦的 這公務員可是風風光光考上的 別人擠破了頭都還不見得擠得進去呢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啊 我對我這個兒子 真是驕傲得很啊 壓根沒什麼好擔心的 你是敢鬧啦 沒有啦 正義說這個淹先生是孤兒子 她的父母四十幾歲 才生她這個孤兒子呢 她的父母現在已經七十幾歲了 我們正義過過去 你時也要上班 晚上還要回來 鳳台這兩個是大人 她是很辛苦的 說來說去 你就是不敢啦 不然這樣好了 你去找一下你條件的年輕人 解釋的情意好嗎 哼 哪有可能啦 我已經把她找那麼多 對上給她鄉親 她是一個嫁衣了 好了啦 已經很難了 去洗手間好休息了 不要再在那裡搞吵完 去啦 去吧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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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她覺得我們家怎樣 為了我們家是鎮腳的地方 沒辦法照顧她 你放心,她才不會這樣 對啦,媽媽 爸爸看到她之後 對她的印象如何 好,你們爸爸 看到一個小孩生一個小孩 再跟她記一遍而已 就在煩惱你們結婚以後的事了 啊,爸爸不喜歡啊 也不是這樣說啦 只是做這個伯母 知道自己的女兒有對上 當然也會開始對她的重來是上 媽媽,你叫爸爸不用煩惱 沒有啦 她會沒吃粉,沒喝酒 沒什麼失敗 又跟我一樣 都吃素的,又敗粉 人家又輕輕 對北部也很友好 我跟她說啦 我跟她說 怎麼找也找不到時候 比她更好的人 看妳跟她說得這麼好 可見妳心裡 已經有打算了 只是 媽媽想要拿妻子 兩個人在家裡 最看到的 是以後的烈紙 不然現在看到她是有點 結婚之後 就準備看到店 到時候 會不會有 阿嬤 阿嬤,你放心 人是我賺的 我就把她的味道 一定真好命 好好好 阿嬤,知道妳一定做得到的 阿嬤,我知道啦 阿嬤,好啦,好啦,好啦 我會跟她說 好 好,就這樣 好 好,再見 阿嬤,是要妳跟我說什麼 阿嬤說 你跟她的婚子都在家裡 我們就常常帶她回家裡走走走 不要跟她回家一遍 阿嬤,那是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 她想要更了解她未來的孩子 說得也對啦 我帶演藝會回去我們家 她好像阿嬤一樣 啊,聽下去 一句話都沒聽她說 我都想要跟她說 就是因為這樣 妳不就要常常帶她回家裡 即便可以讓阿嬤了解她的生意 阿嬤,你放心 我常常帶演藝會回家裡走走走走走 所以準備了很多禮物 做秘書 讓阿嬤對她的印象更好 好 妳還真有心 還可以讓她穿禮物 怎麼樣 想買想買阿嬤的心 對啦,阿嬤 妳看 真的碰上衣服 想要送給演藝會 說得漂亮 嗯 嗯 看起來開始是不錯耶 蛤 真的碰上衣服的六千塊喔 是啊 妳想要買東西送給她是不錯啦 不過,妳一個女兒 是大姑娘買這麼多東西送給她 這麼好嗎 唉唷 我現在演藝會是我的男朋友說 我可以讓她改頭換人 注定打扮 不要當然要我家業不怕 才會送給她 我看喔 就算現在把你的心握出來給她 妳也會感到 今天什麼日子啊 今天什麼日子啊 誰說一定要什麼日子才可以送禮物啊 我想要什麼時候送禮物就什麼時候送 來,給妳 快點看看喜不喜歡哪 好啦 這件毛衣看起來很高級耶 哇 這件毛衣看起來很高級耶 很貴吧 還好啦,又沒多少錢 那沒多少錢是多少錢啊 不過就三千啊 三千 太離譜了吧 這件毛衣要三千 幹嘛要花那麼多錢買一件衣服啊 這個大件頭 我已經要六千塊 還要三千啊 你又嫌貴 衣服就能穿就好啦 簡簡單單,扑扑素素就很好看了 有什麼必要花三千塊買一件毛衣呢 你知不知道我三千塊可以買多少 好啦,好啦,好啦 你先聽我說 你現在是我男朋友啊 這個穿衣打扮就要特別講究了 不可以再像以前一樣這樣隨隨便便穿 而且一件毛衣又算什麼 我決定了 從此以後 我要替你從上到下 哩哩歪歪的打扮一方便 來 轉圈圈 不要了 有什麼好害羞的啊 你這條褲子是穿多久啦 每次都穿這一件 還有你這雙鞋子啦 都已經退流行了 誇了得很壞的 全部換掉 靜宇,我覺得啊 我都還沒有說完啊 會帶女朋友 拿我們百貨公司逛街的男生 拿一個不是穿的西裝筆體 光鮮亮亮 這個女朋友正在她旁邊 整個是好有面子 所以以後啊 我要好好的幫你打扮一下 我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黃靜宇的男朋友 就是比別人很帥 靜宇啊 這些都是我拿手的豬菜料理 多吃一點 來 來 姐媽媽,我已經吃很多了 你不要一直照顧我 一直幫我夾菜 我怕喔 等一下有人會吃醋喔 哪會啊 你不要理她 一輝啊,你怎麼光顧著自己吃啊 媽 靜宇很會照顧自己的啊 她想吃什麼她就會自己夾了 你別忙了,趕快吃吧 你這孩子 你真是的,你怎麼這麼說啊 你 不好意思 被我寵壞了 一點都不會討好女孩子 謝謝 賢一塊 我送你的衣服為什麼沒穿 在家裡吃飯,穿那麼好幹嘛呢 好衣服當然是跟你出去約會的時候穿啊 家裡不才有名字嗎 說得也對 吃吧 文貴啊,躺好了 好 趕快出去 我來幫忙接 好 喂 喂 請問你要找誰啊 我找顏一輝 喔,你等一下喔 一輝,找你的 喂 喂 你怎麼了 現在啊 好吧 那,我盡快吧 你等我一下喔 你跟我媽說一下,我要出去一下 你現在要出門了 朋友找我有點急事 什麼朋友啊 就以前認識一個朋友 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來了 來 好 顏媽媽,我先回去了喔 等一等,等一等 你 你 不等一會回來了 不用了啦 我怕再等下去喔 就沒有公車可以坐 十點半啦 這孩子,真是的 顏媽媽 一輝都是一接到電話 就會往外跑 她經常這樣啊 有的時候啊 飛到三更半夜才要回來 這毛病啊,老是改不掉 怎麼說都說不清啊 都是一些女生的朋友嘛 你千萬別誤會啊 她以前朋友是很多啦 男的女的都有 可是現在朋友很少咯 我又好久都沒有聽到 女孩子打電話來找她了 你千萬別往那邊想啊 沒有,沒有 沒有啦 我就隨口誤問 時間很晚了 我改天再來拜訪 好吧,好吧 那你自己小心啊 顏媽媽再見 再見,再見 小心啊 今天真的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會搞那麼晚 電話裡面的女生到底是誰啊 你說啊 你是不是還有其他女朋友 不是啦 那真的是以前認識的朋友 我們已經認識很多年了 還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現在還在聯絡 你在說什麼啊 就不是嘛 她是我好朋友的女朋友 她們在一起很多年了 最近突然分手,她很難過 找不到人訴苦她找我啊 我只是想說去安慰一下 沒想到到那邊她一直哭 我怎麼好意思走呢 今天真的對不起啦 顏一輝,你真的很濫情耶 別人的女朋友還需要你安慰嗎 這怎麼叫濫情啊 那她們就是分手啦 這不是理由 你今天會這麼做 表示你不重視我 其他女生比我還重要 根本就不是這樣啊 我是很認真決定要跟你在一起的 你應該要相信我 希雅,你都這麼說了 我就相信你 我送你回去 我現在還在生氣 沒有你送 你這麼晚一個人回去會危險吧 就算再危險我也不要你送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了 你回去啦 真的不用我送 我說不用就不用啊 那路上小心喔 我送你回去 我現在還在生氣 沒有你送 唉唷 回來了 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今天這麼早啊 今天沒去聽戲啊 跟小范啊 倒個茶嫌磕牙 後面沒啥樂子 不回家能上哪兒去啊 還以為你三更半夜才會回來呢 唉唷 我說你啊 我晚回來你唸 早回來你也唸 唷唷唷唷的 我倒不如不回來了 不回來 唉唷 那倒簡單啊 反正這個家啊 有你免得也沒差啦 你呀沒有退伍之前 一年三百多天都在部隊裡 現在退伍啦 成天成夜都在外面逍遙 這個家你也沒管過啊 老頭子啊 兒子都三十多歲了 還沒結婚耶 你這個做老爸的 好像也沒關心過啊 唉唷 你不是才跟我說 他交了個女朋友了嗎 唉唷 交了女朋友也不一定穩啊 你看你那兒子 脾氣這麼硬 然後對人家女孩子 忽冷忽熱的 人家靜怡啊 會不會一直跟著他啊 我心裡都還懸著呢 倒是你啊 你都退下來這麼久了 成天還跟個大爺一樣 到處去玩 孩子也是你的嘛 那你就 你就 你就催催他 讓他早點 早點成家嘛 唉唷 這依暉啊 他自個兒有他自個兒的想法 你催他有用嗎 我自個兒的兒子 我會不了解嗎 他的事啊 根本就不用操心 反正啊 他想怎麼做 怎麼想啊 都由著他去 我這個做老子的 是完全支持 百分之兩百的尊重 開始了 三百五十五 你一年 千萬 靜怡啊 你不是跟一塊兒去叫火嗎 怎麼會一家回去 都去不住啊 都不是沿了耶 都也是沿了一火啦 已經損了啦 他根本了 都不知道什麼又在天氣 我還要練他幾個 叫他今天不用什麼回家 結果他外頭做一走 真是要把我開箱 他火就是這麼丟臉的人 他也不會跟你玩玩笑笑 你心裡愛他爽 不過你家裡又說不來 他怎麼聽到有 而且你叫他走他就走 人也算聽你的話 這有什麼好戲的 阿姨 我正要讓他開箱 你再聽他說話 好了 別說 對啦 阿姨 今天有打電話來 剛好問到你跟議會的事 要跟你們關心嗎 阿姨 我這樣三天兩天 就打電話來問 有什麼好關心 人家關心你的婚姓 你如果要辦 就趕緊辦一辦 不要再拖 我是要怎麼辦 他都不跟我開箱 我是要上班 他說 我先開箱 叫他帶我 嗯 你也可以跟問看看 我這麼賣 腳趴的這個人 這麼沒體貼 我也不會嫁給他 靜怡 你如果要知道議會 對你到底有同事嗎 很快就有一個機會 你可以跟他確定 什麼機會 請問 哪一位是張美晴小姐 是我 我是張美晴 這次我們要送你的經濟 是 代表他對你的愛 長長久久 永遠不變 第二名還給你的腳趴 好 好 這麻煩你參加一下 好 來 多謝 謝謝 你們朋友很浪漫 對你有夠用心 是啊 怎麼有人這麼浪漫 今天也沒什麼特別的日子 沒得沒得了 就送我花了 這才叫這個 驚喜 對啦 對啦 裡面有腳趴 我們來快撒上 你看 有個浪漫 好美 美晴她男朋友 真的好浪漫 送她一處 超級大樹的玫瑰花 真漂亮 今天是她們什麼日子嗎 什麼日子都不是啊 不用任何理由 就對她表達愛意 是不是很有心啊 會嗎 可是我覺得 感情根本不是用物質 或者金錢來表達她 一朵花手能代表的愛意 也不見得比樹花少啊 重點是那個心意 是啊 就怕連一點點小小心意 都看不到 真正的心意 不是每天拿出來做文章 三百六十五天都說我愛你 那這樣我愛你三個字 也變得沒有價值吧 我覺得 只要特殊的日子 適當地表達就可以了 你說的喔 那我生日的時候 你會不會給我驚喜啊 好啊 你生日什麼時候啊 十二月一號 下下禮拜三 這麼快啊 你記得那一天不可以加班喔 你記得那一天不可以加班喔 一輝 你要不要練習一下 跟我說我愛你 妳都會做一點點 好啊 與此 少姐 可不可以請你幫我買一件事嗎 當然要贏啊 你買賺給誰錢的 是很多人買錢的啊 是這樣啦 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 我昨天經過的時候 看你們這裡的衣服 很漂亮 很有氣質 我想說要經一頂送給她 當作生日禮物 其實都沒關係 最好是可以經一頂最漂亮 最好看的 好啊 你女朋友的新冠和貴雄 你自己可以告訴我 對… 我上班買衣服的時候 我偷偷記下來 你對你女朋友很有心 當你做女朋友很幸福 還好我包製滿意 這麼麻煩你 明天是我生日 晚上要一起吃飯 我知道 你想吃什麼 我上次有跟你說過 有一家餐廳做的素食料理 特別好吃 你還記得嗎 記得啊 那家餐廳的名片 我還留著呢 那明天晚上七點餐廳見 好啊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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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莎呢 無謙在船尼路邊回來 謝謝 一定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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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人家 讓我感動 今天生日的女人 真的有夠幸福 沒有 都可以讓你看到 最個小小小的小小小 我沒有選擇 什麼小小小小小的小小小 我要看到了 就是對我的心意 尤其是 是很小小小的小小 我也超妨 很妨 怎樣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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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欢迎光临 这边的位置请 谢谢 小姐 请问你 准备好要点餐了吗 不好意思 我等人到再点 好 至言一回 我今天就瞧鬼 正常要点餐 最高的地方 请问是黄小姐吗 这是我订的 好 那麻烦你帮我签收一下 谢谢 那蛋糕是帮你打开来 还是请服务生帮你冰起来的 摆在桌上就好 好 谢谢 我要点餐 要点餐 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啊 不会 那我先走了 好 那再见 你说 刚刚那女生是谁 是你另一个朋友的前女友 还是你自己的 我哪那么多朋友的前女友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 她是我客户 她今天车子发生差状 我过去帮忙处理 你不要误会吗 误会 你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每次都让我误会 天底下哪有这么多误会 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让我傻傻苦等 你却跟其他女生在一起 迟到这么久真的很抱歉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工作有状况我没有办法 什么叫做没办法 今天什么日子难道你忘记了吗 我没忘 但工作有状况我是不是要去处理呢 处理完了我不是就马上赶过来了吗 迟到那么久 对不起了 不要生气了 生日快乐 不快乐 我一点都不快乐了 颜艺辉 你跟我说平常的日子没有必要搞浪漫 特殊的日子表达心意才是真的 你是怎么表现给我看的 你根本就不咒识我 我已经解释那么久 你为什么还要无理取闹呢 今年的生日 是我跟你家我后的第一个生日 你知道它对我的意义有多重大吗 你的生日很重要 我的工作也很重要 现在该说的该解释 我已经全部说完了 你如果不谅解的话 我真的没话好说 你承认了吧 你的工作比我还要重要 对 我的工作比你重要 好啊 既然你都承认了 我再问你一句话 你身边这么多女朋友 我排第几个 我现在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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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都没听到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晚上不是跟晶仪吃饭吗 下班的时候 有点工作的事情耽搁了 所以我迟到了 饭也没吃到 那怎么办 晶仪不是生气了吗 但是工作的事情我有什么办法呢 但她解释了半天她就是听不进去 静怡啊 你不知道要相信她 我不是不相信她 我只是觉得 我在她的身体来的根本就没重要 她摆着没车 她就失踪 我是要怎么有安全感 是你呀 每一个人叫安全感 是她那个人太小题大做了 一点点小事情她就疑神疑鬼的 我怎么解释她都不听 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若是真的加意她 如果希望她能让你安全感 你不就要警察更加主动跟她说 跟她说阿爸今年要你们结婚的事 结婚吧 你们两个都三十岁了 有什么好脱的 生是有什么好说的啊 不对的人明明就是她了 阿姨若是想把我回事了 我还是不会主动给她开除了 结婚是要以互信为基础的 我们两个现在连最基本信任都没有 还要用婚约来绑住彼此 这样根本不对啊 你怎么想我不管 我只要你记住 你身为严加单纯的责任 你这样不娶不婚的 你认为妈妈我能等你多久啊 好 喂 静怡啊 我就已经卡过来问几次了 你怎么都不回答我了 你跟她打算是什么时候才要结婚 都拖了这么久啊 怎样都没消没死啊 生死了 当年的事 老大夫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怎么了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不是我了 怎么了 去看看你儿子 儿子 走 李慧 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妈让我过来看你一下 也没什么事儿了 就是跟静怡有点闹别扭了 女的妈有点担心 这静怡啊 毕竟是个女孩子 你没事就让个她一点 你妈呢 她就喜欢操心一些芝麻小事 你就别理她 反正啊 你自个儿想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吧 这些小事呢 就让女人去烦 大事啊 再让咱们男人来管 爸 那结婚对你来说是大事还是小事呢 结婚啊 这 这应该算是麻烦事吧 我也是觉得挺麻烦的 怎么 你想结婚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这可麻烦归麻烦 也得看情况 有些女人呢 你娶了她之后啊 反而省了一堆的麻烦 就像你妈这样 能干得很啊 把整个家都给扛了 我反而落了个自在 所以呢 你要是想自由自在的 你就要找一个像你妈这样 能干又不粘人的 反过来说你要是 想要找个伴儿 想要找温暖 那你就要找一个 成天都会粘着你的 那个黄敬怡 她 是你要找的能力一般吗 不知道 妈是挺喜欢她的 她也能帮妈很多忙 这可是你自己呢 你怎么想的呢 你还没告诉爸 你到底想不想娶她 我也不是说她不好 但是 跟她交往以后发现 她的主观挺强的 而且对事情 也太有自己的看法 有主见有看法 这不是挺好的吗 就看两个人 进了同一个家门之后 能不能够彼此互相适应 就像我们家 你把人家取进门之后 你认为人家真的能够适应吗 我们家有什么不好适应的 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本来就不一样 她要嫁进来我们家的话 自己就要有心理准备了 那你想清楚了吗 那你想清楚了吗 你到底要不要把人家取进门啊 怎么做人这么难呢 做人本来就不容易 做人本来就不容易 那这人生有什么滋味呢 每一步该怎么走啊 其实都是冒险 但也是转机 如果你知道困难 和什么都不去实践的话 那你怎么会知道 人生的下一幕 是怎么样的风景呢 不是很难的 你不宝贝 乱绿 你不懂 那年学校毕业 勇气打开事业 就一脚跨进了社会 生活前坠白烈 生命长出智慧 身体里关开一腔热血 时间给人什么考验 几分土伴随几分天 我不会忘记那一天 最初感动那一天 带着我走进这世界 善良不用谁来给 付出无所成最美 真爱的目的满眼 谢谢昨天的眼泪 换来今天的笑脸 一天爱能蓬富全世界 给予笔锤成耕天 放下自己的锁炼 陪着梦飞到彩虹上演 时间给人什么考验 什么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